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都是用什么样 用这个信息技术啊 来对这个进行内控 是不是啊 那他能干什么呀 我能传递信息 是不是啊 更快 是不是啊 纯属信息啊 纯的更多 不用说你用纸质版的一车一车的推 是不是啊 我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硬盘 我就东西都在里面了啊 那我可以处理信息又快又好 是不是啊 我显示信息 分配信息啊 这些相关的技术 那么我们的这个信息技术呢 与这个财务报告有什么关系呢 啊 首先 企业呢 可以运用我们的信息系统来创建什么样 我们的相关的信息啊 同时呢 记录处理和报告各项交易啊 目的是什么样 衡量和审查 企业自身的财务业企业企业 并持续的记录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啊 他能达到这个目的啊 我们的信息系统啊 我这个能够创建了 记录了 处理了和报告啊 那这些呢 都可以通过什么样 信息系统来进行啊 信息系统来进行啊 我的目标是什么样 我可以衡量 也可以审查啊 自身的这个财务业绩 同时我可以不断的去记录什么样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啊 那这个呢 就是信息技术啊 他在财务报告上啊 对企业啊 做出的啊 他的这个作用啊 那我们的信息系统形成的信息质量就会什么样 因为你是依靠信息系统来干这件事的 是不是 那你信息系统 这种形成的信息质量就会影响什么呀 我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啊 管理企业活动和做出适当的决策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靠信息系统来形成的啊 那这个时候的质量啊 就会影响我做出的一系列的这个决策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 注册会计师在进行财务报表审计的时候 如果说你依赖相关的信息系统形成的财务信息和财务报告作为审计工作的依据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什么样 这种相关信息和报告的质量 因为什么呀 你把它作为你搜集来的信息 你这个信息的质量怎么样 你要考虑 是不是啊 那你是通过这种信息系统来的 你不是通过外部获得来的 你如果把它作为证据 你要考虑 这一项你把它作为证据的这个信息 它的真实性可靠性 是不是 你要判断它的质量啊 那么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质量是通过什么呀 交易的录入到输出 整个过程中适当的控制来实现的 所以说注册会计时需要在什么样 我在整个过程中我都要考虑什么样 考虑我信息的准确性 完整性 授权体系和访问限制等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大家注意啊 注意什么呀 客观题 注意客观题 由于说我这个做报告 是不是啊 我审计的时候 你不管是你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还是说啊 这个我拿到的证据啊 如果说依靠信息系统 你要考虑信息系统 它这个信息的质量 还有一个是呢 你这个报告的相关的信息 它是什么呀 从这个录入到输出啊 都是信息系统 那你要考虑这个信息系统控制的怎么样啊 是不是 那你信息系统控制本身又有问题 那你还能相信它吗 就不能相信它 所以你要考虑整个信息系统过程 你要考虑它的什么呀 信息系统的准确性啊 它的什么样完整性 授权以及什么样访问的限制啊 访问的限制 那么在这个信息系统的这个环境下呢 传统的人工控制越来越多的 其实呢 是被这种自动控制来取代了啊 但是呢 也不是意味着什么样 人工控制是被完全取代啊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进行这个人工控制的啊 因为毕竟虽然说信息系统它有这样那样的优点 但它还是有缺点的 还是有缺点的啊 信息系统对控制的影响呢 取决于谁呀 被审计单位对信息系统的依赖程度 啊 如果说你完完全全特别依赖信息系统 那你的这个系统对控制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啊 就会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啊 自动控制能为企业带来的好处啊 自动控制能为企业带来的好处 自动控制呢 能够有效的处理什么呀 我大量的交易数据 是不是啊 你原来人工是很费劲很麻烦的 时间又长 但是只要我输进去 它自动就出来了 我能够处理大量的交易和数据 因为什么呀 因为自动信息系统可以提供与 业务规则一致的系统的处理方法 只要说你在设置它的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就按照规则设定 因为它是电脑嘛 是不是说人工的 你会有偏差 它就按照你的这个指令 该怎么走 怎么走 是不是啊 第二 自动控制呢 比较不容易被绕过 相对于人工 是吧 人工控制啊 你的这个内控 我就是跟谁关系好 我就算了 我就那个不用签字 我跟会计是不是啊 关系那么好 不用签字了 直接就提前去 是不是啊 但是你你要是自动的 没有人家授权 没有划钩 谁给你拿钱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自动的比较不容易绕过 那人工的可能 是不是啊 你要是有关系 你就可以绕过啊 那自动的信息系统呢 数据库以及操作系统的相关安全控制呢 可以实现有效的职责分离啊 因为毕竟它是什么样 电脑的吗 第四 自动的信息系统可以提高什么样 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并使信息变得更容易获取啊 信息变得更容易获取 可能我在系统里 我输入我要的信息马上就出来 不用说我要是 比如说我要找呃 什么什么时候的信息 那就是你要去真去翻档案 那特别费劲 是不是啊 那自动信息系统可以提高什么样 我管理层对企业业务活动 及相关政策的监督水平啊 监督水平 那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啊 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改变了什么样 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 改变了吗 你该是什么目标 什么目标 该怎么审怎么审 是不是啊 你跟你信息系统没改变 信息系统只是说一个方式方法的改变啊 第二个风险评估的原则性要求 改没改变呢 没改变 C 审计准则 你用了信息系统 你审计准则都变了 可能吗 不可能 第四个 内部控制的形式啊 所以我们选的是第四个 信息技术也就是改变了一个形式 因为它是一个手段 是不是啊